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镇别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谈谈这个美国佬是不是学习了台湾? 动资疫情! 这样吗?我怕你被人冻一额金了 如果在美国角度他是不是被柬埔寨新任首相红马内冻一额金? 其实不是,红马内没有答应过他 你之前想动资疫情的行动就坏了 我觉得很好笑 当时那些西媒不知道为什么是学了台媒 很讲感情的 因为上星期就说过两天 红马来就会跟美国防长奥斯丁见面 那西媒就说,你知不知道红马内和奥斯丁一样西点军校的校友 会改变美国和柬埔寨的关系 而且美国媒体就说 奥斯丁访问柬埔寨之旅就是劝红马内 红马内,你在我们那里大 纽约大学读过书,又读过西点军校 跟习近平走远一点 你之前有支支部都说过 你一说跟习近平走远一点 结果他就弄了一条路叫习近平大道 你都灯神来的 走远一点 结果他就走近一点 这个挺好笑的 看到红马内上台可能会改变美国和柬埔寨关系 美国做国务卿2月份也对金边访问 也都突显了美国寻求微妙的平衡 强调双方共识的领域 但是没有完全放弃 自从30年前帮助促成柬埔寨和平 以来美国既定的优先事项 又是教师爷 我帮你搞定了和平 你觉得红马内会理你呢? 红马内现在的政权来自哪个? 他父亲 红心 心哥 你跟我说 他推翻你父亲那一套 他的合法性在哪里? 我想问 他的法统来自哪里? 你知道你在美国毕业 你是我的校友 你在美国住这么久 不如这样吧 你和习近平走远一点 结果过两天 就整了一条48公里 在首都金边重要的道路 就叫做习近平大道 其实就和另外一条毛泽东大道是相辉应的 好了 这件事已经是预了一锅了 结果美国媒体就说 不用担心奥斯丁去 他应该可以 促成红马内和美国有点合作吧 好搞笑 你越是这样说 你又做了灯神 结果刚刚 也有条新闻 有一条 是他们西方觉得很有争议的运河 红马内就宣布 跟中国谈定了 8月份即刻开工 这么快? 好搞笑 认识了很久 认识了很久 但是他突然间宣布 他可能免得有点外力 大家看多假设 你叫他和习近平走远一点 结果他就整条 在习近平大道 你说可以和中国调禁 结果他立即和中国有重大基建合作 而且8月份即刻开工 你好像登过老师 你也看到一件事 动之以情 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台湾人 动之以情 不是这样的 最搞笑 他们 你看到 德国之声 美国之音 他经常说专家的两点 他写的专家的两点 就是他们说的 两点的意思是 没有好 其实他找回自己的 什么台湾专家 或者那些 涉疆涉藏专家的引号 那些根本就是找自己人说 你敢不敢找反方的人说 你敢不敢 其实是你的回音袋 最搞笑 美国的外交官也说过 现在柬埔寨近40年来 首次就换了领导人 很一厢情愿 肯定会重新 调整和美国的关系 结果是没有 这个好像VOA说 美国之音说 但他最近的访谈也说到柬埔寨偏离民主制度 以及有关 中国现在柬埔寨主要的海军基地 是不是建立 一个叫做 叫做专属军事存在 又是说这些 云商说 但你一说这些 其实你等于刮红马来 仍然 是美简两国关系 升军的主要障碍 所以 希望红马来 和中国走远点 没人理你 不好意思 他们就说 这个他老爸 洪森 2023年8月就结束自己38年统治柬埔寨 这个是历程 将大权交给他的儿子红马来 原来之前 美国的外交界 就说 可能有转机 这些外交界是什么人 他好像收错了 收错了 好笑 没有转机 老板 没有 立刻开工 是的 原来 他们就说美国对柬埔寨政策 充满了道德主义的基调 但是未能实现目标 同时亦都为中国介入 成为红心恩人 和施主 你这样骂他老爸 喂 他的法统是来自他老爸 你觉得 你骂我老爸 就等于说我法统不正 是不是傻的 你觉得他会分开吗 不是 你现在已经是 他们有个想法 你现在是 柬埔寨新任手上 不用你老爸 你别傻了 你觉得红心给了权给他的儿子 就等于他一点实力都没有吗 其实 柬埔寨很多人都说 背后依然是红心 哦 即是你说 不过 可以这样 喂 你不要让你老爸再绑手绑脚了 是恐懒中国的关系 和你老爸有别 你在西殿军下毕业的 你没有来不参民主的 不好意思 没有 真是没有 好搞笑的 有位 叫做 是美国的东南亚专家 他就说 美国西殿军下毕业生红马内 他上台了 给美国 采取新的方式一个机会 亦都是倡导 新方式的人 提供了更多 更多谈听的机会 觉得红马内会听美国说的 对不起 是没有 当然红马内 他就职效 美国代理国务卿 是 劳兰 其实纽约也会误了 这位新任的首相 并且告诉他 美国将会是解冻资金 但好像没有 又是口桑何巴黎 是吗 当然 最搞笑 我们讲到那么多前置的东西 最搞笑是 红马内刚刚也宣布 柬埔寨 一条号资 17亿美金的运河 就会在八月动工 而且这条运河 就是与中国合作的 这条运河 连接首都金边到大海的 是运河 原来 他这条运河 亦令到越南担心 越南有批评过 当然了 西媒就说 熊马内为什么这样 玩脱我们 因为熊马内就说 这条运河 的开发 是得到中国的支持 这条运河就叫做 德宋富南运河 这条运河也令到 越南担心 担心 又是说这些 其实越南 好像 没有说过 但这些西媒就代越南回答 越南担心这个军舰 会进入这条运河 并且 降低柬埔寨对越南的依赖 他不会全部说出来的 当然你说会不会担心呢 我不知道 但是 这些是你猜的 你猜的 而且说真的 越南和中国的关系 当然你说是表面的 那些皇人说 这些表面来的 越南 他骗你的 他那些什么同志家兄弟骗你的 你就知道他不是骗美国 他心向民主 你是不是傻的 老师八年前都说越南 比中国更加有民主 所以八年前就说 已经可以代替中国 当然现在还没有 有了这个灯神 那你说越南会是深有解体 有也不奇怪 但是知道 他应该都大家谈了谈的 都应该谈了谈的 还有之前应该是不公开的 会不会就是因为中越 中简 简粤 有三方的一个协调讨论 所以呢 就是碰碰了越南 给越南了 还给越南了 这个也不奇怪 当然 环保人士也担心了这条180公里的混河 会 令到流入湄公河的水量是大减 湄公河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 在前首相红心执政之下 柬埔寨成为了北京最亲密的地区盟友之一 并且从中国获得了几十亿美金的基建投资 他儿子 也是现任首相红马内曾经说过 这个是德崇富南运河主要是由柬埔寨资助 而政府现在就是和一家中国公司 对于进一步投资进行谈判 红马内刚刚也说 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不能再等任何人了 当然 他也说是有中国的支持 有中国的支持 西方继续炒作 柬埔寨和中国 在刚刚也结束了两个国家 历来最大的联合军演 中国派出几艘军艦 还有上面有几百名解放军官兵 参加了这项演习 他当然是套运河 柬埔寨是否出卖自己的利益 怎会呀 互为互利才是真 出卖自己的利益 你真是当红马内傻 你一时红马内接受过西方社会的教育 应该是 明示你的人 现在又说他傻 好笑 当然红马内 亦都说不等了 其实他说不等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就知道只有中国 不会让他们等 所以他就说有中国的支持 有中国的支持 你记住 他现在还没说钱 但是 外界就相信 他说 现在就跟一家中国公司 说融资 我相信 是一些细节还没敲定 当然了 西梅就访问了一位 柬埔寨海外反对派的流亡领袖 大概知道你会说什么 你找自己 他就说 我现在说你能否参加 这一项 计划只是符合中国利益 这条水道 是北京庞大基建计划 一带一路倡议一部分 但是红马内就说 这个计划是为柬埔寨人民利益着想的 这个当然是不对 我们在柬埔寨领土内进行这个计划 是应该为柬埔寨的 民众着想 那你又知道不是 你又知道不是 你觉得红马内会那么笨 不会的 你说的 在你们西典军校 西典军校毕业 精英来过怎么会那么笨 亦都说 很快 6月牛州港 8月就动工了 很快 真的 这条运河 宽阔是100公尺 深度是5.4米 将会连接金边到潜洛湾 有些叫泰国湾 是柬埔寨港口的 柬埔寨当然 有军事演习 去年10月两艘中国军舰首次访 柬埔寨的海军骨基地 他就说这个基地 之后就会被 跟所罗门群岛一样 之后就被中国占领 这样说 就是这样 所以柬埔寨 当时洪森未落台 他说 你又污蔑我们 此时此刻 他们都这么说 红马内你不要这样 你跟他走远一点 结果走远一点 他就要中国支持这条运河 因为 阿斌叫嘟 我会叫他多 因为其实是红马内 那也跟中国是友好 越叫越走 那当然 柬埔寨的官员就说 你不要再老屈我们 位于港口城市西克 简正是西港附近 混商港 其实 这个基地 是 不会提供任何外国势力使用 其实它是指中国 但我们在做节目 今天 就是 奥斯丁访问 这个柬埔寨 我想到了 会不会是这样 特意落中国面 大声说 6月1日我宣布起 奥斯丁6月4日我立即禁止 不行 基建无可能 因为前期那些 沙沙石石 concrete的东西应该做了 这个只是说笑 他肯定起 当然 美国肯投资 我相信 柬埔寨也不会拒绝 也不会拒绝 说明了 没有问题 我们经常说 有什么问题 你来有什么问题 中国也没有问题 中国会不会像你这样 你不要跟他一起 你不要让奥斯丁来 没有 没有任何消息 你跟奥斯丁保持距离 不过那些人又代习生说 你习近平 啊 斯蒂亚说 你肯定是这样 那些人好像是躲在习近平的床下 很多人都是 当然我相信 柬埔寨 他也是走回自己的路 还有 台媒幼稚 我们一直都知道 他的受众可能就看着受众是什么人 但是 奥斯丁包括 美国 财政部的官员 都这么幼稚 西田军夏畢业 他某个程度上信民主国家 好似 台湾地区的动资疫情那种感觉 很重的味道 是的 实际上是的 实际上是的 当然了 我们知道中国国防部长 刚刚见了奥斯丁 即是见了美国防长 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 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 亦都说了中美防长的 一些相关内容 他说的一件事都挺适合的 就是会谈当中 中国防长董军 在台湾问题上 表达了坚定的立场 对美方向乃清德 就职表示 祝贺并且派出代表团 参加就职典礼 就是 台湾问题纯粹中国内政 亦都说 是反对 外部势力的 干涉的 美方做法是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 严重是违背 之前的承诺 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的信息 其实这个肯定会 因为他们会赢民赢武 你知道他们最喜欢 胡假虎威 痴痴共 那些叫涉石 中方坚决反对 当然 中方也敦促美方 矫正 是错误 确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可以任何方式 义母 是助毒的 当然也有说南海 中国也反对 南海就和这个鸿马内有些关系 因为始终东南亚国家 反对 美方借 军演的机会 在菲律宾 部署中程导弹 威胁 是地区的安全 当然中方也是 敦促美方 是摒弃 上重标准 这个很难 美国利外论 是吧 美国利外论 当然 中美两军关系 止跌 其实 现在算是站稳的 来之不宜 美国应该交配珍惜才对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见面